嗨大家好我是王侯 我現在人在Toyota他們北投的展間 他們今天辦了一個預賞活動 就是他們迅速的引進全新第四代大改款的Sienna 這次第四代大改款的Sienna 其實算是一個臨時差的引進 他們前幾個月才剛在北美做一個正式的發表 核開速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然後他們這次開出了兩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叫做旗艦 但是他是入門 大家只要聽到期間就以為他是最高階的 不是他是入門 他的預售價格是238萬元起 再來是他們最頂級版本是叫做柏金 柏金版他的預售價格是290萬元起 他這次整體的設計與會 整體的改變 我覺得改變幅度算是非常非常的大 整體走向一個年輕化跟運動化的感覺 致敬新幹線的車頭 大家看起來非常非常的運動氣息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車側 他的車側其實從A柱這邊就可以看到一個 更為流線的造型 在這邊 然後他車側多了很多道線條 跟他以往的那種 對我來說比較像Dodo的那種感覺 差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憨憨厚厚圓圓滾滾的感覺 已經差的非常非常多了啦 然後在車尾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車尾 有沒有覺得他跟某台車很像 沒有錯 我覺得在這個尾燈的設計造型上面 很像 Supra 他們當家的跑車 Supra 有沒有 非常非常好看啦 所以整體而言 他這次就是走一種更運動化 更完全 以一種更家庭化 更不以那種純種MPV 自居的改變前景了啦 至於這兩個版本 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呢 第一個就是入門的版本呢 採用了大量的暗黑色 算是消光黑的一些材質啊 不管是像他的下氣霸啊 或是他的後面的名牌啊 都是採用這種消光黑的 還有上面的行李架 然後最主要的一個明顯的差異就是 這顆輪圈啊 這顆輪圈呢 其實是頂級版本才有的20寸輪圈 如果你買到的是入門的版本呢 則是採用17寸的輪圈 外觀的改變就已經那麼激進了 就已經那麼鮮明的改變 我們現在上車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在上車之前啊 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他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啊 也就是他的側滑門 哇 他這次的滑門電動門呢 總共有三個 第一個當然就是大家常見的電動尾門嘛 再來就是兩邊的側滑門 你有看到這個Wi-Fi的符號嗎 Wi-Fi 你只要在這個點身上帶著鑰匙 你就可以用腳踢的感應這個電尾門 好 我們上一下駕駛座 看一下他這是改變了一些什麼地方吧 好 這個就沒有電動門囉 好的 我們坐上車啊 其實就可以感覺到 他還是有點 嗯 Toyota的感覺啦 大家看一下這個儀錶板 有沒有 整體的布局還是有點Ruffle的感覺 這邊搭載的是一個9吋的資訊螢幕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車美式的系統 這不是車美式的系統 這次他們直接從北美帶過來 這套進口的系統 而且 繁體中文化囉 他這次的主動安全呢 其實在兩個等級上面 都有搭載 而且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主被動安全其實都一模一樣的 他一樣搭載了TSS2.0的這套系統啊 然後這套系統呢 有權術域的ACC系統 然後自動煞停啊 然後像他還有搭載PVM啊 環境的影像幅度系統等等的 主被動安全 在這輛車上面 以應俱全啊 我覺得可以算是 給的標準是非常非常高 而且你不用擔心買到哪個等級 你買到入門 或是買到進階的等級 都是很可以的 那至於內裝上面 有些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啦 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張座椅啊 這個皮啊 它裡面的皮質的採用 其實不太一樣 而且這張座椅是有通風加熱功能的 在一般的入門版本呢 只有加熱的功能 並沒有通風的功能 所以它的皮質 這個就是採用真皮的 那在一般的版本上面 採用合成皮的 然後前面大家看到這個洞沒有 這個就是HUD啊 抬頭的顯示器 它是10吋的抬頭顯示器 在一般的版本 入門的版本上面是沒有的 然後前面的雨刷呢 則是採用雨滴感應式的雨刷 在一般的版本 入門的版本上面也是沒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飾板 這個木紋的飾板 其實是不一樣的 兩個都是木紋 但是沒什麼一樣 然後前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ECVT的變速箱的排檔頭在這邊 既然說到它的ECVT這套變速系統 就可以要講一下它的引擎 這支引擎完全改成了 2.5L的自然進行引擎 搭配上Hybrid的系統 油電混合的系統 再來講講我對於這輛車的一些 它內裝這樣布局的一些感受與看法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這整體的 T字造型啊 中傳的造型設計啊 是非常非常有漸層層次感的 這樣子弄下來的 這邊的是冷氣的調整 我就不多說了啦 裡面這邊 有一個USB-A的插孔在這裡 這個是可以連結這個 9吋資訊的娛樂系統的 Apple CarPlay在這邊 這裡呢 則是有一個無線的充電面板在這裡 馬上可以充電 我覺得是相當的方便 我覺得這是給副駕駛充電的啦 因為畢竟這輛車的Apple CarPlay跟Angel Auto 並沒有無線的功能 你必須還是要連接線 才可以使用Apple CarPlay 所以這個我就給副駕駛充電 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然後這邊呢 它有很多的置杯架 置杯的空間 這一個還是有自動夾緊的功能在這裡 中間這裡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置物空間 然後裡面則是有兩個USB的插孔 一直說到USB的插孔 整車它這輛車 全部有搭載7個USB-A或是USB-C的插孔 而且蠻特別的是 它有兩個120V的家用電源的插孔 所以我覺得你要在這輛車上面辦公啊 或者是做一些什麼試騎 還是要用到一些家用的電器 都是相當相當的合適啊 然後它這次前座的內裝 我覺得設計最好看一個點就是 它這個鏤空的造型設計啊 有沒有它這個造型設計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要放個也不算小的中型包包 其實也放了下去 而且蠻特別的是啊 它這裡的材質是採用不會滑動的材質 算是一個比較不會讓你的物品放在這裡 會因為車子的抄架啊 會讓它移動很方便這樣子 然後這裡呢則是有個12V的電源插孔 那我覺得這個空間算是設計的 讓我會蠻開心的一個設計 但是如果要雞蛋你挑苦頭啊 因為它這個空間很大嘛 對我而言如果它能夠設計更多的夾層的話 應該是會更方便的啦 上面這個天窗啊是頂級版本才有的天窗 只是說到這個天窗 我覺得它開的幅度 有點小而且只有給前座的 後座如果開起來 我覺得應該是會更棒的啦 好啦我們到後座去看一下 看這個 畢竟後座才是它的重點嘛 啊忘記說到一點啦 剛剛它的座椅 頂級版本除了有電熱通風的功能之外啊 雖然跟入門版一樣 都是有電動調整的功能在這邊 但是頂級版本有這個 欸它有兩組的記憶功能啊 入門的話會是正二一 對 因為我們就是要拉小聲的 好大家看一下這個 AutoMan的座椅啊 非常非常的舒適 有夠舒適的啦 但是大家這個AutoMan的座椅 也只有在最頂級的版本猜用 雖然它入門的等級 其實就可以做一個 大幅度的前後滑椅 椅子是相當相當的舒適 但是你真的 說要真的最舒適的感覺 你還是要買到頂級的版本 畢竟它們真的 有一個52萬元的 預售價的落差啦 不有點差 怎麼賣呢對不對 再來這輛車呢 其實是四區的恆溫烘調 前面兩區 這邊有兩區 對所以是四區的恆溫烘調 然後這裡呢 則是有個11.6吋的螢幕 對 這是它們差異最大的地方 然後它一樣啊 是有HDMI的功能啊 然後你近色的功能 都有在上面等等的 都可以做實用 都可以做操作 這個配備 我覺得跟AutoMan的座椅啊 其實我覺得是 他們這等級 差異最多的一個地方啦 然後後座其實 大家看真的是 哇這個 你看 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是這樣 翹起來 我不想要我就可以弄下去 好我帶大家看一下 前後滑椅 有沒有 大幅度 超大幅度 是不是很棒 沒錯啦 好了不要玩這個 有夠幼稚的 反正就是很棒啦 這個座椅真的是很棒啦 坐在這裡 真是帝王般的享受 我們直接走到 第三排去看一下 因为它是223的配置 所以中间有一条走道可以走 等一下 第三排被收下去了 不行我要把它弄起来 然后趁机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排的座椅 它这个是可以做六四分离的收折 而且是收的算是蛮平整的 你看它就可以往前 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浮起 但是其实整体来说算是一个蛮平整的 刚刚那个空间就蛮大的 如果你把座椅弄起来 它其实下面它为了要放座椅 所以这个空间也是蛮大的 目测来看我觉得放两三个大的行李箱 应该不是问题 应该是蛮OK的 你看我们要再X也是非常非常OK的 不要 呵呵呵呵呵呵 再见啦 My friend 到底在拍什么东西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排到底怎么样 说实在的 这个前面第二排 已经是被移到了蛮后面的 小杨哥可以帮我一下一下 可以把它往前移一点点 谢谢 所以移到一个前面也不会太窘迫的位置 第三排其实就变得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而且大家不要看这样感觉有点挺对不对 那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多段的椅背调整 虽然你的头部的压迫感可能会有点重啦 但是其实还算是不错 我觉得整体做起来还算是舒适啦 然后这样子弄起来 哦太倒了太倒了 再起来一点 哦这样 OK OK 好但是后面真的是头部的压迫感还是会有点重 只是它在后面这个小三角窗这里 诶也是做了一个手动的遮阳脸啦 我觉得是蛮可爱的这个设计 再来是这边也有两个置杯架 然后这里呢则是有一个耳机的插孔 这边下面则是有USB的插孔 说到第三排的这个USB插孔 让我会觉得有点小纳闷啦 因为它只有坐在这边 它只有坐在右手边才会有一个 才会有两个应该说才会有两个插孔在这里 左手边呢 诶 都没有 所以我一定只能坐在这边 如果可是满载的话那边的人要怎么办 我觉得 诶 为什么不要再多做两个呢 9个跟7个应该没有差吧对不对 但是整体而已啦 第三排还算是相当相当不错啦 好啦 大腿支撑性可能 但不过不过厚 还是有点不太够 可能做一些比较身材比较矮一点点的 身高绝对不能超过175公分 我173嘛 173就已经觉得有点压迫了 如果再高一点真的会太压迫 如果身高在170 或是甚至我觉得165以下的人 做这个应该还算是蛮不错的啦 好啦 那我们大致上就看完 这次第四代的大改款Sienna了喔 刚刚我问了一下 哇 真的降了蛮多的 他们这次有100辆的招鸟优惠 这次爆出来的价格是210与265 降了非常非常多钱耶 大家如果要买这台车 赶快去买 赶快去下订 赶快去整间看车 好不好 那我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订阅还有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我聊聊天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喔 往后去哪里下次见 拜拜